葉芳是我的老同事 在邊緣館 我是1989年到1990年在邊緣館 當時在展覽執行組長 那時候葉芳是台北市立美術館的設計 邊緣館從83年開館之後 做了很多展覽沒有展覽 也都搭配了很多精彩的畫冊 出版品甚至都拿了好幾次的金丁獎 所以葉芳通勞很大 所以當時我所知道的這位同事就是設計的專家 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除了這設計以外也做各種創作 沒有想到過了快三十年 我們剛才本來就我們這邊有一個比較實驗性的展覽空間 有一天葉芳通勞其實他做了很多創作 他想來做一個個體的一個比較創作實驗展 就在這個我們叫Mokka Steel 這次葉芳通勞看到其實那樣的展覽出了比較傳統的這種手工 就是手藝 或是這個傳統的這種比較所謂這個公筆化這一類的東西 又加上了新媒體加上一個影像 也是一個跨界跨媒體 那這個展覽我覺得這是廖仁宜老師的一個策劃 廖仁宜老師也是我的老同事 也是我們在北一大也共識了很久 最後今天有很多老朋友也是葉芳的老同事 也是我老同事今天又出現 所以很高興在這裡今天 在這樣一個不太熱的下午看到大家請進一堂 然後看到葉芳有新的作品跟展示 我想就是一個很溫馨 很高興的一個場合這樣 那這個展覽其實我剛才提到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的嘗試 除了主展覽之外 我們希望在這個右邊 帶遞一個比較實現的方面跟主展覽做拍 那這幾年也都陸陸西京 包括台灣或是大陸 很多藝術家都還蠻能夠支持這樣的一個計畫 所以幾乎每一黨都感覺到 雖然我們這個是一個老建築 是一個老空間 可是每一次展覽都會有一個新的願望 去感受到藝術品跟空間 跟觀眾之間的一個對應 這也是當代藝術的一個發展上來 就是說我們每一次其實是同樣的藝術家 其實是同樣的一個創作的一個體驗 可是在當代藝術旁邊 他呈現的就是跟你在媒體看的不一樣 這是我們的期待 也是文藝術家的一個默契這樣 也是文藝術家 就知道 所以我們在這裡玩 有些東西 reserved